今年来癌症研究有很多进展,但发病依然迅猛,最新的全球癌症复杂报告指出,仅2016年,全球就有1720万癌症病例,导致890万人死亡。 具体来看,全球癌症发病呈三大特点,一、男性比女性更易得癌,全球范围内,一生中0到79岁的患癌几率因性能有所差异,男性约一三分之一。 女性约五分之一,男性最常见的是前列腺癌、气管、直气管和肺癌,占百分之四十,女性则是乳腺癌、节肢肠癌和皮肤癌,也占百分之四十左右。 统计发现,绝大部分实体肿瘤,男性的发病率都高于女性,原因有二、其一,生率尖尖不足,男女的性染色体不同,激素水平差异大。 女性癌症风险比男性低,其二,生活方式后见不足,男人不健康的生活方式更多,如抽烟、嗜酒,容易隐癌上升。 二、四十岁后一化肠肌癌,对于儿童0到19岁和青年20到39岁,最常见的癌症基死亡原因是非常见肿瘤,如神经系统肿瘤。 白血病的,到了中老年39岁后,肺癌、乳腺癌、前列腺癌、节肢肠癌等长肩肿瘤高发。 死亡率较高的是肺癌、肠癌和胃癌。 三、肺癌仍是头号杀手。 十年间,肺癌病例增加百分之二十八,在2016年夺取170万条生命,是全球发病率、死亡率最高的癌症。 此外,节肢肠癌发病率增加百分之三十四,见列腺癌增长了百分之四十。 除此之外,报告列出了威胁中国人的癌症。 发病率前目的是肺癌、肝癌、胃癌、节肢肠癌、属性癌。 死亡率前目的是肺癌、肝癌、胃癌、食管癌、节肢肠癌。 筛查可以在癌症症状出现前就发现癌症,从而能够及时,取得最佳的效果。 美国癌症学会,每年都会根据最新研究结果,对一些癌症的筛查指南进行更新。 最近,美国癌症学会发布了2018年最新癌症筛查指南,肺癌、典型症状、咳嗽、卡血、胸痛。 早期肺癌常常无明显症状,多数因体健发现。 当病情发展到中暗期时,常出现刺激性肝癌、弹中带血、胸痛、发热、气醋等表现。 推荐检查、胸片、敌尽量螺旋克拉、肺癌易感基因检测、高危人群、异常期受环境污染。 长期吸烟者、吸二手烟被动吸烟者、二慢性肺部疾病肺结合、吸肺、沉肺等。 三人体内在胭素如家族遗传、免疫技能降低、以及耐分泌功能失调等。 山茶指南,当前或过去吸烟者,年龄在55到74岁。 身体健康,至少有30包年的吸烟时,每天吸烟量包,青年数年大于等于30。 检查措施,低剂量螺旋克拉,具体建议,符合以下条件的成年人,应每年筛查。 当前吸烟或解烟年数不到15年,至少有30包年吸烟时。 如果当前吸烟,应接受群证解烟咨询,经过知情共同决策。 其中包括低剂量克拉筛查潜在益处,局限性和危害的相关信息,可以再进行过大量检查的高质量肺癌筛查和中心接受筛查。 肺癌,典型症状,像腹痛,食欲不振,胃癌起病隐移,70%以上无明显症状,可逐渐出现消化不良的症状,如上腹部保障不适或也通,散酸,矮气,食欲减退等。 多数患者,多数患者以为是慢性胃炎或为溃疡而忽视,推荐检查,为定检查,为癌易感基因检测,高危人群。 一有胃癌,食管癌家族食者,二有慢性胃炎,胃吸肉,消化性溃疡病史,三有不良饮食习惯者,如洗碳食,过酸,过辣等刺激性食物,洗食熟烤,煎炸,硬制食物,饮食无规律。 暴饮暴食者,经常食用可能没变食物等,四大量饮酒,年龄40岁以上,五精神压力大,长期抑郁,焦虑者,删查指南,年龄大于等于40岁,且符合下列任意义调者。 建议其作为胃癌审查对象人群,一胃癌高发地区人群,二HP感染者,三肌网患有慢性萎缩性胃炎,胃肺瘀,胃肌肉,手术后残胃,肥好性胃炎,恶性贫血等胃癌前疾病,四胃癌患者,一级亲属,五存在胃癌其他风险因素,如胜入膏炎,盐质饮食,吸烟,重度饮酒等。 检查措施,血清湿筛查和内境筛查,最终确诊需要病理证实。 具体建议,建议推荐的早期胃癌筛查流程如下图,中国早期胃癌筛查流程专家共识意见,截肢肠癌,典型症状,大便习惯改变,血便,截肢肠癌早期症状不明显,或紧改食欲不振,粪便前血等,随着癌症发展,症状逐渐显现。 表现来排便习惯改变,腹痛,变性,小瘦等,肠物认为是痔疮,推荐检查,肠性检查,肛门肢症检查,截肢肠癌易感基因检测,高危人群,异常期摄入高脂,高大半,高热量食物的人,240岁以上。 肠心摄入酒精,油炸食品等,三有慢性溃疡性结肠炎,大肠腺瘤,家族性检查腺瘤病,大肠血肉等慢性溃疡性结肠炎者,四有大肠癌家族食者,删查指南,年龄在45到75岁之间的男性和女性, 检查措施,分辨免疫化学试验每年,或高瘾敏度预创木质分辨隐序试验每年,或多把点分辨DNA检测,NPCNA每三年,或结肠性检查每十年,或可拉结肠成效每五年,或软湿乙状结肠性检查每五年具体建议,年龄在45岁及以上的成年人,应根据患者的偏好和检测的可及性, 进行定期筛查,包括高瘾敏度分辨检测或结肢成结构试制检查,非结肠进筛查试验的所有阳性结果都应及时进行结肠性检查,只应作为筛查过程的一部分,健康状况良好,预期寿命大于10年的成年人,应继续筛查至其15岁,76到85岁的男性和女性,具体建议,应根据患者的偏好,预期寿命, 健康状况和既往筛查时,进行个体化的筛查决策,如果决定继续筛查,可按上述筛查方案进行,年龄,85岁的男性和女性,具体建议,不建议继续进行筛查。 肝癌,典型症状,肝趋疼痛,咽油,食欲不振,早期肝癌多无症状和体征,超过一半的肝癌患者发现时已处于中满期,又胜负疼痛或不是多为肝癌的首发症状,可逐渐出现腹胀,食欲不振,腹部肿快,黄胆,消瘦等症状。 推荐检查,肝脏采超,血清甲胎蛋白,半年做一次相关检查,高危人群,亦有慢性乙肝,病肝病史,二家族容易有确诊肝癌患者,330岁以上,老性及肠情绪纠折,四肢肝肝,肝硬化病人,五,长期食用胭脂,烟熏,雷电等食品者,筛查指南,具有乙型肝炎病毒和货病型肝炎病毒感染, 长期酗酒,非酒精脂肪性肝炎,食用被黄蛆酶毒素污染食物,各种原因引起的肝硬化,以及有肝癌家族食等的人群,尤其是年龄40岁以上的男性风险更大。 检查措施,血清甲胎蛋白和肝脏潮生检查,具体建议,建议上述高危人群每隔6个月,进行至少一次检查,食管癌,典型症状,吞点哽咽感。 早期食管癌症状往往不明显,容易被忽略,随病情境展可出现胸骨后不适,吞咽食清度更烟感,义务感的,可见断或反复出现,甚至长达数年。 推荐检查,未经检查,高危人群,亦有家族遗传史。 二爱吃烫食,爱喝烫茶,三爱吃含止癌物亚硝酸盐的泡菜。 四常吃梅便,烟熏,麻辣食物,沙茶指南,符合下列一和二。 六中任一项者,应列为食管癌高危人群,建议作为沙茶对象。 一年零四十岁,二来自食管癌高发区,三有上消化的症状,四有食管癌家族史,五患有食管癌前疾病或癌前病变,六具有其他食管癌高危因素吸烟,重度饮酒,头顶部或呼吸道灵癌等。 检查措施,内境和呼吸病例检查,具体建议,早期食管癌内境筛查流程见下图。 中国早期食管癌筛查及内境诊治专家共识医检,文莫福利,免疫检测免费送。 2018年7月27日,全球肿瘤医生网,联合江南门诊,举办第五期抗癌大讲堂。 特别全球肿瘤医生网,特别国内著名免疫学专家刘雪松教授,全球肿瘤医生网医学总监王绿宏博士详细解读,国内和日本细胞免疫的最新进展,以及如何通过新一代生物细胞免疫技术扫结免疫战胜癌症。 本次活动全球肿瘤医生网为到场患者准备了重磅福利,现场车取五名幸运患者,分送价值3500元的免疫检测,包含免疫细胞检测29项,全面评价客户的免疫状态。 每个肿瘤患者体内的免疫细胞水平和状态都是不同的。 在接受细胞免疫之前,进行免疫细胞检测,全面了解体内PD-E、NK,刹身请T细胞的免疫细胞水平,从而掌握体内的免疫处备及反应情况。 在此基础上,判断细胞的种类和方案,此外,健康人群也可以通过免疫检测,全面了解自身的免疫状况,防患于未然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!